长官猥琐地吃了一口苹果 可俘虏却掏出了一颗手为大口咀嚼 看着俘虏渐渐的样子 长官当即气愤 对准男人的肚子就是一拳 本以为俘虏会就此老实 不料他竟开始剧烈呕吐 甚至还从嘴里拽出了一条长长的丝带 随着丝带的拉出 没想到竟是一枚德军的帝国勋章 长官立刻神情紧张 询问是怎么回事 然而这时 一阵闹铃声音却又突然响起 士兵着急地准备关闭 怎料钟表却又从俘虏的屁股里拽了出来 士兵瞬间惊了万分 自己的钟表怎么会在他的身上 他举起拳头就要殴打 但下一秒 看俘虏没有任何危险 士兵们也全部放松警惕 他们像看小丑一样哈哈大笑 殊不知 这一切都只是俘虏的阴谋 紧接着 俘虏继续卖力地表演 可突然他就转身匆忙逃跑 难道这就是他的计划吗 长官立刻下令 要求士兵赶紧去追俘虏 可刚来到门口 就发现男人套着木桶跑了出来 紧张的心情瞬间松弃 士兵们一拥而上 欢声笑语地对着俘虏一顿玩闹 但等木桶倒下的那一瞬间 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 俘虏竟然凭空消失 他们着急地来回寻找 却根本没有发现 但突然 几声猫叫声却又传来 士兵顺着声音立刻望去 没想到竟然又是俘虏开的玩笑 他们再次放松警惕 还在讨论着这是什么魔术 然而一旁的长官却愈发害怕 因为俘虏的所有表演 显直就不是人能干出来的 于是长官不再多说 他随即来到人质面前 并立刻威胁俘虏赶紧下来 看着女孩悲惨的样子 俘虏当即答应投降 然而下一秒 长官瞬间待在原地 他完全没想到俘虏竟会这样下来 所有士兵也立刻围了上去 可就当他们认为俘虏已经死去时 不料一转头 却发现被绑的女孩已经消失 长官迅速警觉大喊 可突然 伴随子弹的疯狂射击 所有德军纷纷死去 而唯一幸存的这个士兵 也已经彻底傻眼 可看着满地的尸体 士兵却又有一丝庆幸 但可怕的是 刚才的俘虏竟又复活过来 只见他缓缓地举起胳膊 下一步 一发子弹就瞬间发射 就此电影结束